保险公司冷收費用 保险公司冷收費用 聯家附加費 的士車主受苦 的士司機受苦 年是二萬宗資的 今年就是三萬多 即貴了一萬多 每個月供車會 每個月接錢內供都無所謂 如果你再加保险 捉一下又要加大多少 真是很難撐 今年說我車齡就夠了 加了我25%,二萬九千三百多 即是很不合理,我未報過 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車主來說根本 有時只是一個月收幾千元 一萬元都無的時候 現所支出來說差不多百元一日 你怎麼做 現在有幾十架 就因為買不到保险 就放在那裡 但也有部份車 我估計有一百幾十架車 車主就給保险貴 賣車離場 雲書署問我 為何要申請保险 我家價無望 我們是一個政府承認 是受監管的公共交通工具 成本怎麼會不是在市民身上 我不是開善堂的 我家價無望 現在包覽訴訟很多 有些私事或人可能為了 為了擲費 便亂用過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香港的法門 法律員造的亂用 亂用批 亂用擔心 都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不敢說他是包含訴訟 是有很多人利用這種方法 其實那些律師或者那些東西 他的心是不是真的幫你受傷應該賠的錢 不是 我們一直覺得他是不斷在拖 拖索償的時間 務求將那張律師幫你爭取服務費用提升 我們不收傷者的 我們完全沒有錢跟傷者 因為保險會給的 所有錢是保險負責的 不是傷者負責的 因為他撞到你令到受傷 他們就要給他的醫療費用 給他的律師費 在這件事上 其實的士業界和保險界都是扶主 我們現在發覺賠一單圖場這樣 可能你小時候花100元 可能律師費也有六成是律師費 那個扶主可能收到40元而已 就是給別人的包含訴訟就很嚴重了 他們最近跟我們說很多車都加了車鏡 但最重要的是 其實那個在紀錄儲存方面 都是要再做得好 做得好 各方面的事情都要做 主動的行為就是這方面 當他的車感應到前面有些人形的物體 你有機會有危險 他向警號 這個就已經能夠幫助減少意外的發生 能夠將保險拆開 分兩塊來鼓勵司機駕車小心點 這個也是主動的 被動的就是打擊所謂巴欖訴訟 以及防止兜搭 所以我們分幾個層的工作去做